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觀眾朋友今天在下午 應該有很多地方都有下大雨 中央氣象群甚至針對部分地區 發布了這個大雷雨的即時通報訊息 因此今天包含像是在山區 還有北部地區都有感受到 這個雨勢真的非常大了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來看 其實這波雨勢預計在 今天晚上過後就會開始趨緩 主要來說就是因為風面會稍微往北移 所以臺灣整體的水氣看起來 是稍微會比較少一點點 然而明天的風向 整體還是吹比較濕 比較暖一點的西南風 所以在中南部地區 還是偶爾會有些零星的降雨 至於降雨的狀況 我們從這個雨區預報圖上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這一段期間 其實大致上天氣都穩定下來了 只有在這個東北部地區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雨勢 而到了明天整體的水氣 是比較少一點點的 所以整個西半部地區 都是有機會見得到陽光的天氣 只不過午後包含像是在 整個大臺北地區還有東北部地區 以及山區的部分還是要留意 會有雨勢發生的機會 建議大家要前往山區還是要注意安全 外出也要記得攜帶雨去囉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要注意午後的雨勢 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好 繼續看到桃園 新竹跟苗栗 都有機會見得到陽光 高溫來到三十二度 台中 照畫跟南投 明天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二十五到三十四度 雲林跟台南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加義接近山區會有短暫的雨勢 而在高雄 明天晴到多雲 平等要留意午後降雨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正如在宜蘭跟花年明天 也會有短暫降雨的機會 台東是晴到多雲 高溫來到三十四度 還要來看到外島地區 馬祖會有降雨 進門多雲 澎湖是多雲到晴 高溫來到三十一度 為大家這裡下氣象小叮嚀的部分了 明天開始封面就會往北移了 再加上受到新南風的影響 因此包含像是在大台北地區 沈拉山區都要特別留意 午後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那麼在中南部地區 偶爾也會有一些零星的短暫雨勢 不過另外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就是 沒有下雨的時候 明天各地都會是比較悶熱的天氣 所以建議大家外出的時候 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而這樣天氣狀況到了六日之後 水氣會增多 到時候降雨的狀況又會變得 比較明顯一點了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都歡迎來到雨潔 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字幕組為良品出品 字幕提供